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二帮他偷了我的驴 还死不认账 现在也冤枉啊 我承认这根麻绳是他借给我的 可是驴子绝对不是他的 驴子拴在这根绳子上 绳子都是我的 驴子怎么会不是我的 哦 用你的绳子拴着 驴就是你的了 赶明儿你把如意捆上 他不也成你的了吗 我的 苏姐 我的 我的 都别说了 既然你们都说驴子是自己的 那咱们验个DNA怎样 来人啦 大人 驴没有手指 牵拿啊 这个 驴没手指吗 大人 驴只有蹄子 有木有哈 切尾巴 得令 你倒是快点啊 没看见我这儿还飘着吗 你说是横切还是竖切 我觉得十字枣不错 昨晚我看见如月就是这么切豆腐的有木有 昨晚吃了如月豆腐 胃不太舒服 你呢 胃不舒服 那一定是王公做盲的 你得背两盒 好疼啊 我要写一个铲子 慢着 圣贤们说过驴皮心惹不得有木有 我看先找人把驴蹄子抓住为好 安全第一 有木有 哎呀 圣贤们说的有道理啊 李二伯 来 包住驴皮子 哎呀 查理啊 你不能死啊 你死了 你死得死去啊 这个怪机灵 看来只有来应的了 哎呀 能不能先给我直鞋再看啊 120 电话几号啊 果然这是无法相容的 那么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各不是注意的啊 灯光 这个案子在一开始的时候 让我非常头疼 两个人都说鱼是自己的 并且没有人证 唯一的物证就是那条绳子 好吧 我只能说犯人很狡猾 可是再狡猾的猎手 也斗不过我好狐狸 我将计就计 想出了低血认亲这一招 大家注意回想事件的始末 中间有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 就是当曹查理去碰驢子的时候 驢子踢向了他 诗问如果是自己的驢 会有这样的反应吗 所以犯人是曹查理 驢子是李二波的 谢谢 这里是明知县湖南 记住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